我跟榮祥相處這幾年裡面 很多人都會覺得 為什麼他會結婚 妳結婚多久 十年 十年哇 對 在一起的歲月裡面 我們兩個其實個性相差非常的大 他是一個穩重 然後就是做事情仔細的一個大男人 我跟他非常不一樣 我根本就是在樹上跳來跳去的猴子 所以他從一認識我 他就一直跟我講 他說做什麼事情都要像鴨子滑水 我說人幹嘛學鴨子啊 我那時候對我而言他會很多 就是形容然後希望把我教得更好 可是我就不懂為什麼要學鴨子 那時候妳好年輕啊 對啊 有人不錯幹嘛學鴨子吧 為什麼不好要做什麼鴨子啊 他就是覺得猴子可愛 不然幹嘛娶妳對不對 都這麼迷戀猴子 所以意思要把鴨子變猴子變鴨子的意思嗎 但後來我才明白 他真的用心 對他真的用心 但是這一段日子裡面 他所交給我的一切 真的在他的離開這一段日子裡面 我全部用上 首先他是個藝人 啪的 就是所有的媒體啊 什麼一定啪 亂七八糟 但我覺得他很好 是他在我很很早以前 他就已經開始在教育我了 鴨子滑水的意思就是要你臨危不亂 就算你很慌張 你也要在水裡面自己踢得很緊張 不要讓外面的人看到 你是hold不住場面的 你是沒辦法的 所以那時候我一到醫院的那個當下 那我就覺得老公教過我 不能晃 現在要當鴨子了 對 不能晃 然後那時候在 我也不知道規矩我不懂 反正就是從醫院後來移到就是可以就是 就是放他然後讓 在停時間 對就簡易的 簡易的那個一個一個小房間的那個地方的時候 記者就一直要拍啊幹嘛的 那我知道我老公他是個愛面子的人 那我心裡想不行 大門就只有這一個 這樣一出去的話 一定會被拍到 對 那他一定會很 他一定會很氣我 怎麼辦 我開始想辦法 要怎麼樣調開記者 然後讓我老公能夠安安穩穩 真的臨危不亂了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 那麼慌張的當下 你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想這麼多事 對 我跟他的就是一個朋友說 我說大哥 你幫我去跟那個媒體記者講 我願意受訪了 因為前面我不願意見 我就想 對了 我剛剛不願意見是對的 我可以用在這時候 他們全部在大門 跟我就是訪問的時候 掉鴨離山之際 他就出去了 對 我想耶 我成功了 老公我有聽你的話 對 就是讓他就是完全沒有被拍到 就是送離開這樣子 嗯 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 事情真的災難發生 兩三個月吧 因為那時候在辦上事的時候 你身邊永遠很多朋友 你要去那裡 你要忙那裡 當一切都落幕了 也把它放好了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你一個人好孤獨 對 那些 欸 不是之前很忙 每天都很忙這樣 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吧 我突然覺得 一直要臨危不亂 對 然後家裡好像只剩我一個人 因為家裡很大 又很安靜 然後就會自己一個人 想著想著就哭了 然後哭什麼不知道 然後就會望著門口 玄關進來的鞋櫃把它打開 欸 就前一陣子幾個月前 我們去買的鞋子還在 來不及穿 新的牌子都還在 看著看著就會拿下來 又要哭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哭什麼 那一段時間 他離開之後的大概三個月 我才意會到 真的沒這個人了 但是很好笑的是 我知道沒有這個人 可是我覺得 是真的死了嗎 是真的嗎 不可能 我覺得 他應該是去哪裡工作 因為當時 他滿常到北京啊 像上海拍戲的 一去可能就一兩個月這樣子 告別事都辦完了 妳都還沒有意識到 沒有 我是到真的很後面 這兩三個月之後 我才想到 他應該是真的不回來了 為什麼前面我會一直沒有感覺 他的離開是因為 他給我的感覺 像是他在拍戲 出遠門嘛 對 所以會很糾結 然後有一點自己覺得 自己有一點分不清楚 現實跟就是自己的 妳剛剛講逃避嘛 第一階段 對 就是逃避 這個是榮翔再生之前 最常戴在手上的 對 所以很就是 滿大的啦 但就是 有時候看到還會覺得 欸 妳的主人到底去哪裡了 把它改當項鍊戴起來 他已經離開現在五年了嘛 對 你的情緒應該平復很多了 還會像之前突然崩潰嗎 會 還是會啊 五年了 還是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辦 妳超過兩年了 什麼情況之下注意耶 可是我覺得我其他生活狀況還是很好 只是 對他的思念還是就是 會有止步 就是沒有辦法停止的眼淚 對 還是 但是我喜歡在一個人的時候哭 對 尤其是一個人整理東西 就像我前幾天你們打來 就是敲這個通告 就剛好 我正在整理我那個 亂七八糟的櫃子的時候 剛好看到這顆戒指 對 然後也是會拿著 然後就是看一看 就好啦好啦 哭個幾滴眼淚這樣 還是會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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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